一邊彈奏一邊調整邊曲 他是SOHO族JOSHUA 翻看設計好的衣服 一邊構思下一季的新流行 他也是SOHO族 這裡看起來就像一個家 不過其實他也可以當成辦公室 這位從國外來台教英文的老師 在網路上搜尋到這個工作空間 大家完全不認識 卻聚到同一個家裡工作 其實這是在瑞典新出來的 一個叫做HOMEFIS的概念 就是結合家跟辦公室 讓在家工作者可以聚在一起共享資源 那家裡是不用去擔心 墨水有沒有 資有沒有什麼 可是這些對工作 對接案工作者來說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只要上網登記經過篩選 都可以成為HOMEFIS的成員之一 租借10個鐘頭收費100元 能夠使用水電印表機跟網路 像這樣共享辦公室的概念 在台灣開始萌芽 每個人都是低頭忙碌的打電腦 這裡不是圖書館 這裡每個座位都是一間辦公室 這裡是台北市政府提供的場所 來到這個空間 除了提供個人辦公室共用會議室 休息的茶水區 還有公共事務機之外 租金一次150元就可以用3個小時 尤其是這種過渡期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算是集散地這樣 看準台灣維新創業或是SOHO組 越來越多 大家共享空間一起分擔租金水電 能有便宜的費用享有辦公功能 也成了租借辦公室的新趨勢 謝謝林欣傑王宗漢台北採訪不到